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下午好 下午好 歡迎收看 黃金年華之鬥歌敬意 黃金年華之鬥歌敬意 看到我們觀眾席上 可以說是坐無虛形 我相信大家都想要在第一時間 來見證我們歌王歌后的誕生 是不是 是 每一位參賽者的歌唱水平 是毋庸置疑的 那今天要進行的是大決賽的下半場 也就是第二場的比賽 是 那我們大決賽分兩場上下半場 那計分的方法就是 每一場的分數各佔50% 那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 大決賽第一場的比賽精彩片段 神采意義強勢登場 競相角逐 凝聚了激情與追夢的力量 暫時墊底的是王琳達 暫時領先的是江梅子 第一場的大決賽主打輕快的歌曲 你看他們人歌合一 這真的是要歸功於我們老苦功高的導師們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他們 首先歡迎結束非凡隊的林俊傑導師 夏日之聲隊的夏慧導師 霞光四射隊翠霞導師 千方百計隊方中化導師 接下來歡迎來自社會各層面的評判團了 首先讓我們來歡迎我們歌壇的萬年青 林肖大哥 歌壇達人陳志偉 著名藝人朱莉莉 成功企業家也是大慈善家 Not23張養星PBM 資深媒體人汪麗珍 成功企業家David曾傳和PBM 著名藝人周代蘭 資深歌唱導師張金權 他們將會根據以下的評分標準來評分 音色音準歌唱技巧感情處理舞台魅力 以及可促性各佔20分總分是100分 黃金年華之鬥歌敬意冠軍可獲得現金獎2500元 價值3200元的高級卡拉OK音響系統 價值2300元的水晶獎杯一座 亞軍可獲得現金獎1500元 價值2700元的高級卡拉OK音響系統 價值2200元的水晶獎杯一座 季軍可獲得現金獎1000元 價值1500元的高級卡拉OK音響系統 價值2100元的水晶獎杯一座 優勝獎各可獲得現金獎500元 價值800元的高級麥克風系統 價值1000元的水晶獎杯一座 感謝Diohin Trading & KTV Studio 贊助我們產品 也謝謝Garden Home Crystal Palace 贊助水晶獎座 那這一次為了要讓我們的參賽者 他們在歌唱造詣上面全面升華 我們特別請到了樂隊來為我們現場伴奏 我們有請這大樂隊 首先登場的是來自霞光四射隊的編號一 朱富強 是 他每一次比賽都有很多親朋好友組團 來幫他加油打氣 難怪他唱得越來越有自信 江富翔 我們感謝你是我們的樂隊 有人以為愛情可以填滿人生的遺憾 誰知道是愛你變成害你 什麼是情 什麼是愛 為什麼愛會變成愛 我愛你 見了愛你 萬眾恩情 萬眾恩情 也過在 萬眾恩情 也過在 什麼是好 什麼是大 什麼是胆 什麼是胆 為什麼好 會變成胆 我愛你 見了愛你 千万好与今生乱 难道世界真是涅槃 山头流鼻掉不出来 难道人生只有悲哀 千万万都不存在 我没有恨我只有爱 为什么偏会把你爱 我不爱你也能爱你 少知道海里我不爱 难道时间真是不害 生前也是跳不出来 难道人生只有黑暗 光明永远都不存在 我没有恨我没有恨我只有爱 为什么来爱不来 我不爱你也能爱你 这次的爱意我不爱 我们的建国一代朱富翔 可以说是越战越勇 对不对 对 你这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歌唱比赛 有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打进大决赛 起初是没有 后来经过导师跟我指导过后 我还有一点信心 现在你是信心满满 对不对 站在这边老神在在这样 一点紧张都没有 有啊 有紧张 有啊 我跟你讲没有就没有 你不要说有 我会跟你气死 这就是他最可爱的地方 他很老实 好 那今天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就来听听看 我们的评判嘉宾们怎么说 福强 你的音色还是依然的一样 保持非常的高亢雄壮 让我觉得我要跟你做敬佩 你懂这是罗文的歌 罗文在三十多岁应该就唱这首歌 那个时候他的当天是非常好 但是如果罗文到今天 我相信也未必会赢过你 今天你表现特佳 朱富强 这首歌不好唱 不好唱 我刚刚我看到你 看到你的歌名之后 我说完啊 但是我跌了眼镜 这首歌要很有沧桑感 然后你在唱歌的时候 突然之你就换掉 换掉你换得不好的话你就完了 那你换掉的时候还换得蛮漂亮的 好啦 总之到了这个年纪 还能够有这么洪亮的声音 是真的不简单 值得一提值得一战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朱大哥是我们建国一代的榜样 谁说年纪大就不能唱歌 谁说年纪大就进不了大决赛 你现在69岁嘛 对 那你就要继续地唱 唱到96岁 好不好 谢谢老师 我是觉得傅强他有一把非常清澈很干净的声音 爱你变成害你 其实需要这种声音才能够发挥这首歌 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 他其实做得很不错了 真的 今天我非常的高兴 谢谢你 谢谢老师 大家都对你赞不绝口 是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一个榜样 懂吗 你要出门衣服不能随便乱穿 去巴萨买菜要穿这个样子 人家像你有毛病的人 的确 参加了我们黄金年华歌唱比赛之后 我相信你走到路上 应该很多人都认得出你吧 有一些老的 但年轻的不知道 自己老的叫人家老的 好 谢谢你今天的表现 谢谢 人生是一首歌 那友谊就是最动听的乐章了 是 生活就是一幅画 友谊就是画中最美妙的一笔 是 那来自于杰出非凡队的潘子熙 他在比赛过程当中 从来都不寂寞 你看 就这么多的亲朋好友来给力了 子熙 子熙 山林清兮 万子千鸿 与众不同 欢迎潘子熙 也就依我们的同学 《终身耳当中飞》 深夜裡 冷冷的空氣 包圍著情緒 窗外的夜景 迷亂淚淚 想起過去 想起自己 放不停 發肆離不清 想我的心 女人的世界 該有人安慰 傾聽所有 快樂和傷悲 讓我隨著愛與非 讓我為了愛沉醉 我無法再受到寂寞的滋味 我好想在溫暖的懷中暗邪 讓我隨著愛與非 讓我為了愛沉醉 聽說流淚 聽說心碎 我也不會後悔 不會後悔 讓我隨著愛與非 讓我為了愛沉醉 我無法再阻擋寂寞的滋味 我好想在溫暖的懷中暗邪 讓我隨著愛與非 讓我隨著愛與非 讓我為了愛沉醉 都算流淚 都算心碎 我也不會後悔 不會後悔 來 潘子熙她給我的感覺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勇於挑戰高難度歌曲的一個參賽者 剛才那首歌 不論她唱得好不好 但是她這種態度就值得我們給她掌聲好不好 是 這個舞台給妳帶來什麼 我獻出很多我的第一次 好像我第一次忘記歌詞 第一次站在這個舞台很緊張 第一次聽到評審對我的好的壞的講評 是 那讓我知道要怎麼樣進步我的歌藝 然後是不是第一次有老師教導 對 對 好 來 聽聽我們的評判怎麼說 你什麼第一次 第一次 這就是你在黃金年華裡面 累積了所有的經驗 才有今天的成績 所以值得鼓勵她的 今天你選了一首難度非常高的歌曲 你都唱得很好 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 你把你的歌聲完全融化在裡面 整首歌你唱得完全沒有瑕疵 這要歸功你的林俊傑老師 謝謝 謝謝J 你好 子希 其實你選的這首歌真的很難唱 因為它是在一個頭腔區位的一個歌曲 然後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你要一直唱一直唱 不能夠下來的 那個支撐要在那邊 所以不容易 好幾句你表現出你的亮點 讓大家看到你的成長的成績 這是非常好的 感謝你 謝謝麗仙姐 謝謝 子希 你好 你好 你天生就是也許是有這個漂亮的音色 唱起這種歌特別棒特別好 謝謝你把這樣好聽的歌呈現給大家 謝謝 謝謝評審 謝謝Deli 我很好奇 你為什麼會幫她選這首這麼難唱的歌 是在選歌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聽了然後試唱 第一對一首歌的感動不是覺得它難不難 而是它有沒有觸動到它的心 然後你會很想唱它 我非常慶幸在整個過程中 那種熱愛那種 我們每個人說的自然 它那個用精神來唱歌 這股精神完全沒有改變過 而且更亮麗 所以今天做得很好 謝謝導師 我唱這首歌《隨愛而肥》 我想到我現在擁有的那種愛 是很自由的 是很奔放的 沒有任何的拘束 所以我要很感恩 我要感謝J導師的教導 我們也希望今天這首歌 能夠為你取得好成績 謝謝小儀 加油 加油 謝謝你 加油 謝謝導師 接下來出場的是 來自夏日之聲隊的編號3 林靜耀 她是一位喜歡與大自然共舞 然後奔馳在旅途上面的 鐵馬勇士 靜耀 靜耀 光芒閃耀 加油 《生命》是一首唱不膩的好歌 生活就是在歡喜與憂愁之間的拿捏 它讓我歡喜 讓我憂 愛到盡頭 覆水難受 愛悠悠 恨悠悠 愛到盡頭 覆水難受 愛悠悠 恨悠悠 愛悠悠 恨悠悠 為何要到無法挽留 在深夜無盡等候 獨自淚流 獨自忍受 多想說聲我真的愛你 多想說聲對不起你 你哭著說情願已經 難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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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請你給我多一點點時間 再多一點點問候 不要一切都帶走 不要一切都帶走 就請你給我多一點點空間 再多一點點溫柔 不要讓我如此難受 多想說聲我真的愛你 多想說聲對不起你 你哭著說情願已經 難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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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請你給我多一點點時間 再多一點點問候 不要一切都帶走 就請你給我多一點點空間 再多一點點溫柔 不要讓我如此難受 啊 啊 你这样一个女人 让我欢喜让我勇 让我感性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凌鸡好给我的感觉就是唱歌很松 非常的放松 你是怎么练的 平常跟朋友去卡拉OK 然后有时也是清唱这样练习 所以你就觉得来到我们黄金舞台 也就像去唱卡拉OK这样轻松自在 随便唱一下就进大决赛 对自从出赛夏蕾老师选了我之后 那段日子开始到现在 老师真的很感谢你一直这样磨练我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进到大决赛 谢谢你谢谢你老师谢谢 好我们有请朱莉莉 这首歌你唱得非常非常的从容 但是呢有一样就是 到了你最后要收歌的那一边 没有放清你的声音来唱那个收歌了 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声音 very good很清晰很干净 谢谢老师谢谢 敬要你真是让我们欢喜让我们忧 作为评判我们希望从这首很平时的歌曲里面 深情的歌曲里面找到一点激情 找到那种感情深到浓的时候 你的声音可以crack 那个破裂的地方就是你的光芒闪耀的地方 哪怕只是那一秒都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你的那个wild factor今天少了一点 但是你的音质还是非常好的 很动听很深情 但这点能够足够让你成为冠军人马吗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金奥你可以把一个这么质疑的歌 唱到那么激励 感觉到好像让我欢喜让我忧 这女生这样对我是应该的 就我觉得在各位选手里面呢 你是比较有一个独特风格的一个歌手 祝你好运 好的谢谢 赵一姐让我欢喜让我忧 其实已经是把整个情绪已经放在里面了 是说激情的问题是你是可以胜任的 就是刚好这首歌就少了那一点 没关系今天你已经尽了力了 我的老师也是很开心 继续加油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 来自杰出黑凡队的编号是 叶拉拉是动感的俄罗斯媳妇 是 那这个勇敢追求梦想的她 感受到奋斗的欢乐 叶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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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跳舞丁挂挂 一定喜大 叶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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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英雄爱美人 曾有几人得到美人心呢 爱江山更爱美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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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这身打扮美不美 没 真的很美 真的很大气哦 今天以服装来说你就是No.1了 其他的我们就请评判老师来讲评吧 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反而就是有一些的尾音好像没有拉完就停掉了 不应该拉得太多的尾音那你又把它拉得很完整又拉得太长 希望下一次你能够再进步一点好不好 继继续加油 今天呢 你的舞台装很漂亮 我一定给你加分 谢谢 谢谢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你越唱越好 整体的表现你是棒的 你是了不起的 谢谢 刚才他一直出来了 我觉得有一种演唱会的感觉 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看到 这个是我们好多人都不敢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是无比的赞 好不好 谢谢老师 谢谢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 动灵友方逆向生长的这个编号舞 来自千方百计队的王琳达 是 虽然他呢 集万千宠爱于一生 但他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 林达林达 歌顺天明 人更美 落尽梨花 春又了 春天又要结束了 一起来听《梨花泪》 爱生永远不后悔 除了你自信又有谁 细雨就像你花泪 天地 月地 都可贵 相聚是满怀天滋味 奔首是美梦难追悔 你你们错误... 想起来 就像你花泪 很往哪里 我故伤猦 那家人不收摇 等你回岔 我是 athe为 你这个陈雨都可贵 孙磋子坡 愛上你永遠不後悔 除了你自信又有誰 喜與酒香的花蕾 點點的都可歸 相聚是滿懷天滋味 分手是美夢難追悔 喜與酒香的花蕾 恨往哪里我吐心味 愛上你 這個梨花類 我覺得王琳達非常非常適合唱這類的歌曲 我閉著眼睛 我以為是蔡秋鳳在唱 我們來看評判怎麼說 你的聲音真的很有特色 而且非常的洪亮 我看你老公如果在一公里外 你一喊他馬上就回來 真的好厲害 琳達我還是喜歡你的快歌 因為快歌我感覺到你比較陽光 慢歌當然是喜歡只是說太老舊了 有機會的話要創新一點點 不要一直沿著那種抖音 老歌的抖音這樣一直抖下去 琳達來到大決賽 每一個參賽者都唱難度非常高的歌曲 來考驗自己 但是你今天選的這首歌會比較弱了一點 還好今天你感情技巧方面都掌握得蠻好的 以後要選一些比較鮮明動感或者難度高的歌曲 挑戰自己 你才是會成功的 OK 加油 謝謝老師 我覺得這些歌在某一個年代真的是很紅很紅 真的它就是有那個味道 我覺得它跟周富強一樣 你們兩個一路走來進步最多的 謝謝老師 謝謝 接下來出場的是聲音飽滿又雌性 來自夏日之聲隊的編號6 江梅子 她說她要感謝黃金年華讓她學習到了領悟跟沉澱 還有向優秀的人看齊 手牽手走上紅地毯 心連心進入小世界 一起來聽《走在紅毯那一天》 上雨算時間 認識她也好幾年 看一看身邊 好朋友都有好平年 只剩下紅 只剩下你 還繼續哭說 還有一等十八年 有些事情也沒有用我了解 我不想認老土黃 才被人送錯隊 走在紅毯那一天 夢想把雨下的臉 夢想中流下的眼淚 一定很美 走在紅毯那一天 戴上幸福的街 你每天要求全都寑進來 又和你心裡住 愛的目標 不淹 只剩下你笑固 這就很美 只剩下我的眼淚 就要找我的眼淚 和光滯那一天 走在紅毯那一天 心裡的愛的甜 走在紅毯那一天 夢想把雨下的臉 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 走在红台那一天 带上幸福的街 有的日式中到永远是一生修圆 是这世间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 到那天她的良心才会发现 你为了要找个真诚的男人 哪有那么难 这有那么难 走在红台那一天 带上白色的脸颜 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 走在红台那一天 带上幸福的街 有的日式中到永远 是一生修圆 这首歌好像稍微比较冷门一点 是 走在红台那一天 这首歌是可以说代表是我自己 每个女孩子都希望走在红台那一天 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走在红台 现在有对象了没有 有啊 有啊 今天有没有来啊 有啊 有啊 我的爱人就在来 耶 来 请周戴兰来讲评一下 梅子 你今天非常漂亮 谢谢 然后真的就是打扮一块出嫁的那个感觉 真的 就觉得像是一个结婚礼服 对啊 而且头上那个花 配上那个整个歌曲 我觉得你是非常的完美 其实你的声音跟你的歌唱技巧非常纯熟 你已经不需要在大决赛再端上一道这个功夫菜 可是你今天还是端上了一道非常功夫的菜 我觉得你是很用心的一个歌手 我一直都很看好你 谢谢老师 谢谢 梅子 我想在座的听你的歌 看你的成长 看你绽放光芒 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地接受更高的挑战 磨练自己的歌艺 恭喜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讲到这首歌 我真的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 我自己曾经用这首歌在我的歌台新力量 大决赛的单曲来比赛 结果被我自己搞砸了 其实讲真的 这首歌的音率非常的广 你的后面你还可以坚持得到 但是你的低就完全是太低了 所以变成说这首歌不好比赛 祝你好运 最后丢下这句话 令人心慌慌的 祝你好运 这种讲评 吓死人 会不会觉得心很慌 就不要想比赛嘛 我就想求婚算成功嘛 所以今天的目的不是拿冠军 求婚成功那就会很开心嘛 对吧 是是是 所以你今天的目的不是拿冠军 你今天的目的不是拿冠军 你今天的目的是把自己嫁出去 耶 很好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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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来听听看老师 当你 是你决定要唱这首歌 还是老师跟你一起选出来的 我是跟他一起 因为我知道他的状态 他是一个非常受教的人 他是能唱 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的瑕疵 然后他一直不断的练习 才能够把这个高音给控制下来 其实他的低音 我也是听得到他的 清楚地咬出来 一个很英语蛮广的一首歌 能够唱到这样成 又能够唱到那么高 其实不简单 我非常高兴能够收到你 希望你能够真的要得到更好的成绩 谢谢老师 谢谢 今天你表现特佳 你把你的歌声完全融化在里面 你的音质还是非常好的 很动听 很深情 整体的表现你是棒的 你的声音真的很有特色 非常地洪亮 我觉得你是很用心的一个歌手 好 我们的参赛者呢 他们的表现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那成绩呢也已经出炉 就在我的手上 我相信 不晓得 此刻你心里面的冠军人马 是否跟我们评判老师们 选出来的冠军人物是同一位 是 我们会把上个星期 第一场的分数连接 这一场的分数 把它们结合起来 就得出今天的结果 我们先来看看分数排行榜 请看 最高分92.4分 最低分87.7分 我们首先要先为大家公布的是 两位优胜奖的得主 这六位参赛者到底是哪两位 获得优胜奖 请看 它就是编号5王琳达 是第六名 而编号4叶拉拉 获得第五名 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David曾传和PPM 上台来为我们颁奖 首先为我们颁发第六名 王琳达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第五名 优胜奖 给叶拉拉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大家公布的就是 电军第四名 到底是哪一位参赛者 请看 是编号3林静耀获得电军 恭喜静耀 谢谢 声音是非常漂亮的 对 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好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David曾传和PPM 现在要公布的是季军 也就是第三名 是 你们猜是编号几 1号 1号 1号的声音很大 呼声很高 那到底是不是编号1呢 我们的季军得主 请看 请看 果然这是编号1朱富强 恭喜富强 恭喜富强大哥 恭喜富强大哥 我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 达豆苏莉张仰欣PBM 为我们颁奖 富强大哥真的是了不起的 真的 稳稳吃米粉 从开始的没有信心 到最后非常有自信 是 恭喜 恭喜富强大哥 接下来我们剩下两位女将 编号2的潘子希 以及编号6的姜梅子 请你们两位出列 好 请就位 她们就是我们这一届的冠亚军的得主了 现在我们要先公布冠军 你们猜我们这一届的冠军 军是几号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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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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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2号的声音很大 好 现在 马上为大家公布 我们这一届 2019年第一系列 黄金年华之豆哥敬意的冠军得主 他就是 请看 编号 编号 潘子希 编号2 恭喜子希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亚军得主就是编号6的姜梅子 恭喜姜梅子获得亚军 也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谢谢张仰欣大哥 哇 紫希 第一次来参加歌唱比赛 就能够夺得冠军 你很了不起 谢谢 今天已经看到你第二次落泪了 很感谢评审 还有感谢我的支持者 还有感谢Jay导师 还有其他的导师 谢谢你们一路走来的成长 我们都有目共睹 当然要归功于我们的Jay老师 对不对 我们有请林俊杰老师 来为我们颁发冠军 林俊杰老师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黄金年华当导师 就培育出了一位冠军歌手 恭喜潘子希 恭喜 是我们2019年第一系列黄金年华当导师 冠军得主 恭喜 恭喜 好的 那也就说 今天我们这个系列的比赛圆满落幕了 是的 那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导师 谢谢我们的另外三位导师 也要谢谢我们八位 评判嘉宾 谢谢你们 与此同时也要谢谢在我们现场 还有在家里面观赏我们节目的朋友 谢谢你们 谢谢我们的合音天使 谢谢Zelina以及Reginald 谢谢 还有Lawrence领导的旅者大乐队 好的 下个星期就是我们久违的同学会 要再度地站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对 他们重逢了 是 希望大家下一周同样时间 同样频道继续支持 黄金年华之斗歌敬意 热临又欢迎 同学请天长地久 这里有很多你喜欢听的电影歌曲 对 那这个珠小姐最后跟谁在一起啊 要看下去才知道 看看 而不如恰恰廟 要恰恰多轻巧 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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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请天长地久 这里有很多你喜欢听的电影歌曲 那个猪小姐最后跟谁在一起 要看下去才知道 看看 黄金年华之豆哥敬意 星期五下午3点30分 8频道 您也可以上Togo同步观看 黄金年华之豆哥敬意